啊 黃金海岸 這次要多花八萬塊去跑這場賽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人 我們今天這一集要來跟大家聊聊天 這一集要聊什麼呢 也就是我們六大馬拉松的這個 前進計畫目前進行到哪裡 現在呢 我才完成了第一場倫敦馬拉松集 那目前的時間 今天拍攝日子是六月四號左右 距離我今年的目標 還有兩場六大馬要完成 第一場是九月的柏林馬拉松 第二場是十一月初的柏林馬拉松 這兩場比賽目前都已經是報名完成的狀態 那在準備上面呢 也還在緊鑼密鼓的安排當中 但其實最近除了這兩場 已經確定要參賽的比賽之外呢 我們在明年度的賽事 也已經即將在做一些規劃跟準備 像是三月的東京馬拉松 預計啦 在八月會開始抽籤 但其實他在六月 就已經會開放慈善名額的購買 那這次呢 為了確保 我在明年一定可以參賽的這個資格 所以我在慈善名額 應該就會先做一個購買的動作 讓我確保可以去參加東京馬拉松 盡可能去參加他各種 可以去多獲得線上跑 可以抽到東京馬這個資格 但目前為止是還沒有得到 我中籤的消息啦 那以慈善名額來說 我也發興趣了很多他們的慈善單位詢問 日本人可能比較拘謹一點 我聽說其他的幾場比賽 慈善名額其實都可以透過 線下的這個信件來往 有機會買到就是他們定價再便宜一點點的這個名額 我問了好幾個慈善名額 他們做事可能就比較拘謹 他們會有一個底線 就是10萬日幣以上的捐獻 你有機會可以獲得這個東京馬名額 然後我就直接在信件裡問他們說 欸你可不可以跟我講說 有沒有一個金額 是你確定可以把這個名額賣給我的方式來做販售 但是他們都很保守的說 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慈善名額是6月中才開始販售 所以目前相關的消息 還是要可能鎖定官網這樣 我本來想說如果他跟我說 欸15萬日幣我可以直接賣你 我就先給他買下來 竟然他們都是很保守 所以目前呢 就要等6月中的這個消息 更進一步出來之後 才有辦法去確切得知 東京馬拉松的慈善名額 到底要花多少錢 接下來明年的第二場比賽 也就是波士頓馬拉松 4月左右 那目前波馬的達標成績 以我的年齡來說 18歲以上到35歲以下 的成績是要3小時整 才可以達標參賽 但是我其實已經有達標了 我在台北馬跑出了2小時58分 以這個成績來講 大概就是比達標成績快了2分鐘 是有報名資格的 但波馬的報名資格是這樣 他會從這一屆的賽會往前推 在這個兩年內的期間 你要跑出這個成績來做申請 那申請還不是馬上就一定可以上 他會排序出 今年的平均 快了這個目標成績多少 得到一個總數 來給各個年齡組別的人來參賽 去年的參賽組別 要比平均快了5分30秒 才可以參加 所以以我的年齡 3小時整 我目前的成績是2小時58分01 所以還差了大約4分鐘 所以報名截止之前 也只剩下3場的比賽機會了 第一場就是黃金海岸馬拉松 這場比賽我們也確定會去參賽了 也是我們這次的目標賽事 除了這場比賽 其實我有稍微做了一下功課 還是有幾場比較大型的賽事 7月還有一場舊金山馬拉松 但那場比賽呢 當然第一個考量到 美國比較遠 然後航程的時間比較長 跟成本可能會比較高 所以這是第一個考量的點 第二個是 舊金山馬拉松的上下起伏比較多 他是有點像在跑賽這樣 所以上上下下 不太有利對於成績的追求 所以這場我們就放棄了 那其實在8月份 還有北海道馬拉松 還有一個是黑龍江馬拉松 相比於黃金海岸這場 南半球的賽事 天氣還是偏高的 這個氣溫在北海道馬拉松平均 這35年來說 我們看一下均溫 大概都在23到25度 其實對於馬拉松來說 是有一點點吃力 就像台灣這幾天的這種天氣 那如果以黑龍江來說 溫度也大概是平均20度 第二個是他的達標時間 已經在接近報名截止前 才會去參賽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黃金海岸我可以先達到 當然就是以黃金海岸為首要目標 那這場比賽 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去找名額 然後去報名這場賽事 那因為我們確定要去的時間 已經很晚 所以其實他已經早就而滿了 後來我去透過了一些旅行車的協助 讓我可以買到 這個黃金海岸的參賽名額 所以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黃金海岸馬拉松的這場賽事 所以我們就即將要去挑戰 黃金海岸馬拉松這場 六大馬拉松的副本之路 其實本來沒有預算要討這場 所以 今天這集也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目前為止 報名啊 住宿還有機票 我花了多少錢 然後黃金海岸馬拉松的賽事 以目前我看到的資訊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是這場賽事 平均溫度大約都落在15度上下 可能有時候更好一點 是天氣會涼一點 那如果有時候可能太陽比較大 會稍微熱一點點 但其實以天氣來說 可能都是在7月份 謹慎的幾場天氣 是適合跑馬拉松的這種路線 其實以這個天氣來說 其他比賽可能沒有 像這樣的條件優勢 第二個是他的路線 其實全程都是跑在 黃金海岸的海岸線周邊 所以其實以路線來講 他基本上是沒有上下坡的 以我現在看到官方的資訊 他的最低起始的海拔是1公尺 最高起始的海拔是10公尺 所以他總共4折公里跑完 才爬升60公尺 對於一場馬松散事來講 是非常平坦 我也聽到很多跑者 從黃金海岸回來 都是非常正常的比賽 其實很平很好跑 那路線來講 他也是從中間出發 然後往右邊一次 往左邊一次 然後繞回來 那這場賽事我目前 因為其實比較晚訂 所以其實直飛的飛機票 沒有訂到 就是其實華航或長榮 這種台灣的航空公司 目前的票都剩比較高級 比較貴的票 所以單趟都要到 5萬塊左右的票價 那其實我查了之後 覺得稍微有點貴 所以後來我是訂國泰航空 台灣飛到香港 轉機一次 再從香港飛到布里斯本 我訂的票價 原本看到的價錢 應該是3萬塊左右 結果竟然就在我一直在 猶豫要不要下訂的兩三天後再看 那個票已經沒了 所以我就硬生被貴了4000塊 我記得就落差只有一兩天的時間 前天看價錢還是3萬出頭 隔天看怎麼變3萬5了 哇心裡在躺起來 而且他的長等是一樣的 他唯一的不一樣的地方 只有他送你的里程稍微多一點 但也沒辦法 至少相比其他航空公司 已經算是比較便宜的選擇 所以我這次續會搭乘國泰航空 然後我們住宿的部分 因為我到那邊的時間 已經是布里斯本晚上的11點了 所以其實以時間來講蠻晚的 然後布里斯本要到黃金海岸 坐火車啦 大概還要兩個小時左右的路程 所以其實11點根本沒辦法進到黃金海岸 那我的最後選擇就是 第一天到的時候先住一個青年旅館 一個晚上只要1200-1400台幣的這個價位 那這次黃金海岸的住宿啊 我在選的方面是選了一間叫做 美景曼特拉集團酒店 哇好難唸 好難唸喔 那這樣這個飯店呢 也算是因為我比較晚訂啦 所以其實原本想找的地方 是在終點的附近周圍 那其實那區已經都被訂光了 剩下的呢都是超高級 一個晚上可能要2萬台幣左右的費用 才可以入住的那種海景套房 那其實以交通來說 他要到Expo會場 或是到終點的時間都換算是在中間點 都還算可以接收的範圍 到時候可能會用計程車的接駁吧 那以這個房間來說 他的官方是四星級的飯店 然後我訂了這個房價是23000元 大概是三個晚上 所以平均一個晚上大概是7500元台幣 澳幣大概是1100元 三個晚上 所以相對於我們第一天住在布里斯本的 那個青年旅館 價錢就貴了非常多 那在賽事名額呢 也算是我最近報名了這麼多場 六大碼當中 應該算最便宜的一場 因為這場比賽 只要花4500元台幣 就可以買到全馬的名額 所以也算是還OK 那整體花費呢 機票大概3萬5 住宿大概也是2萬5 就大概6萬元 然後我的山菜名額4500元 所以大概是6萬5千元左右 是目前的機票住宿加比賽 那剩的呢 就是當地開銷目前還不確定 所以到時候到現場再來跟大家分享 實際我在參加黃金海洋馬鬆 到底他們當地的一些消費習慣 或是在expo好不好買 有什麼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推薦 我最近呢 其實從101的這個登高賽之後呢 也就開始恢復訓練 所以我的5月呢 也已經完成了第一個月的訓練 結算下來我的5月里程 大約是190幾公里啦 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 是因為前幾週在連續倫敦馬 DT 然後還有101登高賽 那幾週我週間平日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訓練 所以以里程來說 就少了大概5到6天的 這個訓練里程累積 以後面3週來看 其實以這個里程的疊加 還算是在我的目標進度之內 所以以5月來說 週跑量都可以從原本40 到後面有到60 甚至上一半有到70 那接下來也是剩下 黃金海岸的最後一個月的時間 在這一個月的我的賽事準備當中 還會有兩次的長距離 30K這個週末 然後再來下一次也會再跑一個30K 再來就是25K再逐漸減量 就即將到黃金海岸馬鬆 那以現在的訓練來講 我覺得身體也慢慢有稍微跟上進度 目前啦 感覺起來是有稍微比 倫敦馬準備週期之前有稍微好一點 因為現在其實腸胃狀況比較好 所以比較不會有那種跑到一半 真的肚子很不舒服的這種狀態 到現在我都還覺得體重變輕 雖然大家說好像可以跑比較輕鬆 但我都會覺得我的那個能量有限 好像一下就燃燒完 後面會比較美麗 最近呢我也很努力的把體重稍微吃回來 希望可以在續航表現上 可以再表現好一點 那接下來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在最近 黃金海岸前的最後一個月 就是兩週我們會把它拍成一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 每天我訓練哪些內容 然後跟我準備的感覺如何 昨天呢完成一個長跑 今天呢要去做一個稍微配速的12K 所以接下來大家持續所有內容的頻道 會跟大家更新 黃金海岸的最新訓練狀況 好啦 所以接下來也就是倒數一個月 我會繼續努力準備 那我們這支影片 就差不多跟大家分享 我們六大碼的近況 這個1月的賽事當中 希望身體不要受傷 然後可以腸胃保持良好的狀態 持續把訓量吃下來 對我的目標才有機會去達成 這次的目標我希望你在黃金海岸 可以跑到2小時52分的這個目標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黃金海岸的期間 如果可以啦 我也會在IG上面來跟大家約一個時間 跟大家一起輕鬆跑一下 選順賽前調整 我目前的時間計畫安排啦 我是禮拜五會到黃金海岸 然後到黃金海岸之後 我可能會直接到EXPO去領取物資 然後做一下EXPO的拍攝分享 如果禮拜五當天有空的話 應該會在下午或傍晚的時間 來跟大家約跑 可能會在衝浪者天堂 或者是在終點附近 那實際可能要看我到時候的checking狀況 然後在我的IG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剛好在這段期間 人有在澳洲或是有參加黃金海岸的賽事的話 歡迎到時候跟我一起來約跑 那如果是禮拜五沒有的話 禮拜六因為一整天是半馬跟10K的賽事 其實我個人這次也 去這趟就是只有好好比賽 沒有安排什麼太多的觀光行程 所以禮拜六我個人的上午 應該也會是在差不多的比賽時間 讓身體習慣一下這樣啟動熱機的感覺 去輕鬆跑 所以有可能的約跑時間 就在禮拜五下午 或是禮拜六的早上 到時候如果大家想要一起來 在黃金海岸輕鬆跑的話 也歡迎持續鎖定我的Instagram 那這一次呢 我們是從香港轉機啦 啊七月份好像蠻多颱風的 希望...應該沒事吧 應該沒事啦 不然上次我等六個小時 拜託沒事好不好 希望我可以順利的 從香港直接到故意日本 一切順利 不然我轉機時間 我看只有一個小時 我會沒虎喔 好啦那這一次就大概跟大家分享 我的六大馬的番外篇 也就是這個 副本計畫要去挑戰 黃金海岸的這場賽事 所以希望一切順利啦 不然我也要多花了快八萬塊左右的錢 去跑這樣比賽 如果沒有順利打表 我真的會很歐 所以我現在也很認真準備 希望可以順利打標 才可以讓我的六大馬 在兩年之內可以完成 那剛六大馬 最後一場沒講到的自駕哥 因為我其實已經有在Qualify的成績 它是三小時零五分內 都可以用成績報名 所以目前我有七分鐘 再加上如果黃金海岸成功 再往前突破的話 應該是可以直接用名額的方式 報名成功啦 所以希望可以順利達成 那我們接下來黃金海岸這系列 也還是持續招商中 如果呢 有廠商覺得這個系列 非常適合你們的話 也歡迎來聯繫我們 希望可以在影片當中 跟大家分享你們的好東西 好啦 我是你家長中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在這個前進六大馬之路 我會繼續努力的 黃金海岸 等著我來挑戰